欢迎收看本期的Lex Tag 我是Lex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 Poco X3 GT的手机评测啦 啊就是话说呢 我真的是终于有机会上这个视频啊 不然人家偷款片的话呢 也就是也来不及啊 哎呀这个鞋搞的天天鞋这种梗不咸的 哎真是的 不归言归正传 虽然他就是相比起隔壁友商 One Mark III呢 他没有等到这样久啦 但是总算他也来到了马来西亚了 这次吸引到我的一个点呢就是 在一些配置上 其实友商们呢 打死都不会给的specs 他竟然给你哦 所以呢 我还是抱着蛮大的期望去评测这个手机的 不过本来这个视频呢 就本身有点短啦 加上我有脱梗啦 所以这一次刚刚好又给我一点机会 去加了更多的想法进来 那我们就继续深入探讨吧 其实你这样子看啊 他盒子的外观设计呢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 但是 唯一改变了的是 在X3 GT的肢体上 换了一点比较有速度感和电竞味的肢体 对于这一小点缀 还是让我这非常期盼的开箱体验的 内容上呢也算是给要给满 除了耳机之外 所有的配件 都有给到你 还是非常的不环保啊 不过这里先提一提吧 这一次你是不可能在这台机器中呢 看到非常高科技的3.5mm耳机孔了哦 先说一下他这一次最强调的卖点 就是屏幕采用了跟旗舰手机同款的 康宁大猩猩玻璃Victus 那你摔程度上来说呢 有非常可观的保护作用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发现了 我是说屏幕搭载了Victus玻璃 而不是本体 对 你没有听错 那是因为只有屏幕是有那个Victus玻璃罢了 那至于后盖方面呢 是其实采用了这个塑料材质的 这样其实Poco也知道 塑料带来的那个廉价感呢 会很严重 所以他们透过工艺技术 去提升视觉质感 背盖采用上前下层的灰黑色元素 去诠释整个后背盖 而且呢 因为他担心就是跟之前的Poco手机的设计 太相似了 所以他们这一次采用了一些 类似闪闪发光的金粉工艺 让那个背盖添加更多更好玩的元素 在Poco继续在性价比手机中闪烁 确实在这里不可否认 它真的是成功了 如果你从视觉上这样子看的话呢 你确实会以为这个是玻璃来的 但是你一摸上去之后 跑家伙 又被摆到了 镜头模组的设计 采用回Poco和青森老蝶的设计语言 一看你就看得出哪一类是主镜头了啦 而且在宝石设计语言的同时 也带出一看就知道是Poco X3 GT的高辨识度 我觉得设计层面来说呢 其实还真的是挺成功的 不过唯一我想吐槽的一点 就是我感觉它的模组好像真的是太厚了 一定程度下会让你觉得整个手机看上去很厚 边框的部分呢 因为它怕就是塑料带来的廉价感太重 所以它也采用了类似金属的碰漆 去提升那个质感和观感和手感 不过别担心 其实整体的握持手感呢 还是很不错的 8.9mm的厚度和193g的重量 虽然有点重手 但是拿上去之后其实还是蛮成熟的 不过还是因为屏幕大和有点小众的因素呢 会让单手握持手稍微有一点点负担 来到了按键的部分 它依旧因为成本的关系 采用了侧边指纹解锁 而解锁的那个准确性和那个速度都不需要担心 基本上从解锁到进入主页面整个过程 一气合成 完全是很少遇到就是误触 或者是解锁不成功的情况下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 屏幕来说6.6寸的LCD打孔屏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反正之前就见识过小米LCD的功力了 而且我是觉得啦 有时候你越期待一样东西 到最后你会越失望 反正你平常行看待的话 你会慢慢发觉 其实里面是还有非常多小惊喜 就等你去挖掘的 虽然这个是业配 但是这里我要老实讲 一开始我是觉得 LCD不就LCD咯 但是我一开机看到它屏幕的颜色的时候 那个射准和细致度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 回了遗憾的地方 就是那个屏幕下巴真的是有点粗 但幸好不至于严重影响那个视觉体验 那说到室内 它这个全亮度DC调光屏幕其实做得很好 形成在技术上真正意义说的护眼 而不是因为那个slide好像不够满 有点空这样子哦 随便塞个一个功能进去咯 这样子 还有就是400nit的峰值亮度在室外看 真的是有点不给力 别讲在太阳底下了 现在我这种有瓦折头的地方呢 也其实未必容易看到样子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 毕竟它给你一个120Hz的高耍 还有240Hz的触控采样率 所以如果牺牲到亮度和边框厚度的话呢 我倒是没有什么好调剔的 而且这两点促使你在热仓使用 影音娱乐 还是一定的游戏体验 都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的享受 这样说到热仓体验 它的这个exo马达真的是够爽的 在比如打字的时候 那个回弹的力度可以调 而且很够大力 在整个打字过程非常舒服 非常疗愈 最重要的是 它的马达不局限在打字体验上 在热仓的操作 例如推出应用 解锁手机之类的 它有做出一些不错的回馈反应 解锁失败和成功都有不一样的回馈哦 所以这点小心思呢 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是因为就算是旗舰机都好啦 也未必有给到你这一种小小的设计 小小的点缀 所以它可以在那个MIUI中作为一个生动的元素 带来了更多好玩又生动的那个体验 影音娱乐方面啦 其实因为画面的冲击力和视觉体验方面呢 还算OK的 这样喇叭又怎样呢 其实我是觉得啦 虽说双喇叭也没有什么大小声的问题 但是因为音色会比较普通 热长的电影体验的话其实还行 基本上氛围和环绕感 该给的还是会给到你的 所以别担心 只是比较弱的是它在音乐播歌方面的发挥 因为它本身的Bass又不够强了 而且人神会比较闪电 所以听歌会比较普通的一点 那你认不认同我的说法呢 你也来听一小段吧 啊 你们最爱的2 spec 还有就是耍特效的时间到了 这一次的Poco X3 GT大载了 64MP的主镜头 8MP的超广角镜头 还有2MP的微距镜头 先说这个超广角吧 其实120度确实不咋地 在那个画面感和震撼感还行 不过你说日常用的话是绝对够的 在那个微距镜头的表现也是还行而已 不过还好不代表它不好 你要拍点有味道的照片还是蛮简单上手的 不过这个价位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我可以特别讲的地方 所以这里我就不多叙述这两个镜头啦 主要还是来看看主镜头可以发挥一个输出吧 其实室外的样子还是可以过关的 蓝天够蓝 建筑物够旧 植物够自然 这些我们眼睛屏是可以看到的 它都保留了下来 而且在帮你调到你喜欢看到的样子 所以那个成像质量呢非常不错 绝对是在这个价位的水平之上 而且处理之间也不会太过分 操作体验我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那在最高画质4K 30fps的情况下呢 虽说防抖表现还ok而已 但是成像很清晰 颜色算法都很不错 至少它知道你要拍出来的是什么cake 什么感觉 最重要的是收音很赞 那个影像质量来说呢 整体还是蛮不错的 至于1080p 34fps 在开防抖模式的情况下 哎呀好家伙 真的是很不错 加上现在的光线那个条件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整体的那个画面虽然只有1080p 但是里面的细节是蛮丰富的 夜排方面的部分 这里我觉得是需要见仁见智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从这个样张中 其实可以看得出 你说拍的漂亮吗? 它漂亮 但你说强吗? 其实真的还好而已 这些样张其实不算特别突出 所以我这里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 你要玩颜色它就玩给你看 你要内容丰富就留按部细节和保持照点和内容都非常丰富 所以这一方面呢它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就不需要特地去放大 而且去挑剔哈 自拍镜头搭载了16MP的前置镜头 自拍成像反而有点小惊喜哦 开点美颜效果竟然还可以拍出非常不错的照片 反而我觉得那个表现会比后置还有点亮眼 虽然它这个自拍模式只支持1080p 30fps 在那个细节上有点吃亏和没有什么功能之外呢 其实它成像并没有想象中这样差 不论是美颜把那个脸部磨皮 还是虚化的功夫都做到非常到家的 反而弥补上画质细节所带来的不足 让用户们感受到其实Poco还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做手机 而不是一直着去堆料的 这一次它另外一个最大的卖点 就是它搭载了联法科的6nm旗舰处理器 天机1100 跑分之前我们就不看了 据说是跟隔壁860和865差不多一个等级了 所以性能方面呢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 而且就是为了做到有一个旗舰机的体验 它在配置上也采用了LPDDR4X的RAM 还有UFS 3.1的三寸 这样就可以从而提升那个速度 一次拉满那个旗舰的体验 相机加载快 游戏加载快 热场操作更快 先说这个使用体验吧 虽然说是联发科的处理器 但日常用的话呢其实会热 但是不会太过分的那种 手感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范围的 而且续航是比较吊爆的 5000mAh大电池的强力支撑下 其实一天的超级重度使用也是没有在怕过的 就算你突然间没有电了还有一个67W的超级快充作为强力后盾 基于非常快速回血的充电过程的同时 也不会让那个手机有负担就是太热 我们就继续延伸它的续航表现吧 其实不难发现它的续航是有下功夫了 待机状态都超赞 基本上晚上冲到第二天的时候呢 好像我这几天真的没有看它掉电过 回忆一次也好像就掉了一个2%这样子罢了 原生的游戏体验算是我近期玩过的手机中非常满意的 持续30分钟从每日的任务到打副本都是subsubsay的 最重要的是 因为它有这个水冷散热2.0的技术在里面 所以基本上温度都只维持在45度 还算控制都蛮不错 而且它期间的掉电还是趴不了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掉针 这一点前运手机的体验还真的是超赞的 整个体验就是一气呵成 因为本身天机1100的图像渲染是蛮强的 所以你可以在过程中看到它的3D图像 还有一些特效的渲染 是做到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有味道的 其实我觉得与其你拿它跟Poco F3来比较 你会觉得它太贵 不如我说你不可以这样比较 而且我觉得它一点都不贵 毕竟你要想看小米红米Poco这些手机 它出耐用型的手机 多少台你数得出吗 我保证你随随便便的讲到两三台出来 但是耐摔的话你讲到出一台嘛 对我只讲到一台 就是这台Poco X3 GT啦 当然啦这台机器其实不是给你主要拿来摔手机的 毕竟没有人天天拿手机来摔吧 它只是一个升级版的保护措施 至于性能方面呢我倒是觉得不差的 要游戏有游戏 要续航有续航 要拍摄有拍摄 所以这部机器呢我觉得它会比较是一些比较出炉 或者是你身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之下用的 这样子的话确实提到了它本身的理念和保护作用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段期间我逻辑使用的一个感觉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它没有给到你什么性价比和快感 这一点不是很明显 但是它给到你的是 这一段期间逻辑使用的安心感安全感还有就是爽感 那种手感跟机身坦诚相见的窝齿的舒适感 不是一般手机可以给到的 但这里我觉得它毕竟只是一个保护措施 所以到最后还是建议你们戴套吧 至于值不值得买呢 我觉得它本身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购买价值和性价比的 在这里呢我也不想去用Poco F3就是跟它做一个太表面的比较啦 毕竟你要知道的是Poco F3它是主打一个性能 而Poco X3 GT是强调耐用耐甩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售价呢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你要知道Wittest的那个玻璃成本本来就不便宜了 而且它还要给你67W加5000毫安的大电池 这里的成本你们有想过吗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清楚知道你自己到底要用的顺还是用的爽 这样就容易选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留言问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啦 照片 感谢观看